北京爷们汪小飞和大S的婚姻官司 就像连续剧一样没完没了 他爷们一整天都活蹦乱跳 大白天开直播 最后脏话脸标狂搞人 如果一个人每天被人虐待 每天的虐待 你能开心吗 能开心吗 我能 傻比抖音哭 没有傻比抖音有提音我 什么的 我就骂你怎么了 我他妈逼的创业的时候 你还穿裤衩呢 我告诉你 谢谢你 你算个屁 真逗 你给我封杀无所谓 我创业的时候你还穿裤衩呢 你个傻逼 听到吧 听到吧 真逗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吃饭了 不用 不用 他算个鸡 真逗 他是什么人 行 你现在让我下播是吧 别动 别动 你先让我下播是吧 别动 别动 你 哎 老子他妈的火的 你算个什么你 你要吃饭你可知道 不用 可真有豆子 我根本就从来 从来没看起他们 我笑到不留 我这个 我手机灰了 他算了鸡 他算了鸡 王小菲与火未消 下午五点 先从大S家 扬言要找前妻算账 警卫报警后才离开 晚上八点 再度突袭大S豪宅 这回说要举报 SOS滥用药物 被警方带回派出所做笔录 王小菲这忙碌的一天 也让她成功成为近期最火新闻人物 他们今天也没有跟我说他们要回去 就擅自把我全部都借回去了 不让我见 我 王小菲为了我的 因为他们 在一个不确定的床下是增长 实名 告发徐希元徐希地 滥用史丁诺斯通过第三方的证件 去买很多他们没有看医生的这些药物 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会产生患者 徐希元污蔑我 但是他在吃完这个药以后 用高尔波球肝 用刀捅我 然后用高尔波球杂我 然后用烘酒瓶杂我 他第二天全部都忘记了 因为这个药的副作用就会让人产生幻觉 我今天到排除所自己来报案 我相信台湾的司法 我也相信你们 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那些 我有照片 他们家 那些照片 我也希望台湾的司法 能去调一调台北信义 叫监控器 他们每周都有监控器 那个同学给他送药那个人 每周都有 你们可以调那个监控器 我不能让我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他不安全 我实名报警 能给这个社会一个答案 到底为什么他们总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告诉他的不是我 是他一直在告诉我 今天我第一次第一次 三年第一次站在这 实名检与他们 我不希望他们再逃脱法律制裁了 谢谢 作为一个不善良的父母 就是每天怎么污蔑他的出生地 污蔑北京 骂我 骂北京 每天 但是我告诉你我 姓汪 这是一个大阴谋 汪小菲被暗算了 哎呀我都气懵了 好